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啰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lack care hello大家好我是黑猫 今天呢黑猫要接着上回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样 这个护肤品Samo 那给大家做一个更深的介绍 为什么叫更深的介绍呢 因为我实际上自己就洗了个澡 然后试了一下这个产品 使用的顺势呢还是跟上回所介绍的一样 首先是用这个shiver oil 这个其实呢就是能在身上起泡的 然后去做一个初步的皮肤清洁的产品 这个shiver oil呢抹上去之后 你就会感觉你真不愧叫做油 所以说浑身还真是蛮油的 不过因为有油的成分非常的多 所以说有很明显的话皮肤开始变得初步水润的感觉 这是第一样商品 接下来呢是用了第二样商品 第二样呢是这个 Bloody Scrap 不好意思我这个瓶身不能歪 我刚才不小心歪了一下 就会造成了这个 大家你看看 为什么我这个包装具 这么油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亮闪闪的呢 正是因为实际上这个亮闪闪的部分它是油 是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个瓶子给放倒了之后 它灑出来造成的 我刚才已经擦过一次了 所以说好像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它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是油 OK 这个 再测一测 亮闪闪的包装置 OK 这是第二样那个Bloody Scrap Bloody Scrap呢 我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这个瓶子 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就应该能感受到 这个瓶子 的盖非常的大 它比我的手掌还要大 所以就造成我在扭它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扭开 然后 我为了去把它给打开 所以说就拿东西去撬它侧面的那个瓶盖 然后就把空气先放进去 然后那样就会好开一点对不对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我撬了它周边的瓶盖 所以说造成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关上之后呢 只要一歪它的瓶身 它里面的油就会流出来 这个其实 挺让人苦恼的 这个其实挺挺挺挺麻烦的 包括现在其实瓶身摸起来的油乎乎的 这个其实挺烦人的 但是哈 用起来真的是没话说 它里面呢是那种比较粗的盐粒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是这样的感觉 嗯 嗯 在上面飘的那层呢 就是这个流出来的油 嗯 然后它这个盐粒呢 在手上用的时候 其实一点都没有觉得 把它抹到前胸呀 等这一些比较 比较 相当来一点比较软的 皮肤上的时候 其实有明显的 有一点点的疼 但是它那个疼的过程 那你就那你就揉轻一点 那稍微揉轻一点就好了 然后疼完之后呢 你把那个 呃 它哈 从全身都给冲洗掉 然后冲洗掉之后 你会明显的感觉 皮肤变得不一样了 瞬间水嫩嫩 耶 瞬间水嫩嫩真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哈 然后呢 最后哈 最后 当把身上的这个磨砂冲掉之后 然后你自己 就是该洗澡的步骤全部完成之后呢 嗯 走出一试 用毛巾呢 干干干净的干毛巾 把全身的水珠擦掉之后呢 最后来上一个这个 body lotion 这个body lotion 它虽然叫lotion 但实际上它不是液体的哈 它是乳状或者说叫做膏状 是给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膏状的东西呢 是要抹在全身 然后 抹上之后呢 其实会感觉非常的润滑 然后刚才的那两样商品呢 本是一种主要是感觉油 对不对 油 所以说可能可能会感觉 有点不太舒服 因为它油 但是因为油所以保湿哈 但是 最后这个商品呢 它抹上之后呢 其实是很滑 它会把那个油的成分 感觉就像封印在了你的这个身体里 然后呢 让你的那个身体表面摸起来呢 变得滑了很多 所以就抹完之后一个哈身体的那个 这个body lotion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哈穿衣服了 不会有那种哈 黏糊糊的 不很难穿衣服的感觉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黑猫节目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哈 以色列的化妆品牌 在日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个savon 那个使用之后的感觉 整体来讲呢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买来试一试 浑身真的很舒服 而且味道很香 所以说 能够作为一种放松的材料使用 OK 如果你喜欢黑猫这次的节目呢 请给我点赞 你们的关注 或者说你们的订阅 或者你们的点赞 都能够成为黑猫接着去拍摄视频的动力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再见 嗨 嗨 喵